這個房子在齊雲山的風景區裡邊 所在的這個小的山頭,大概就十幾畝地 最初的功能設定是情侶房 覺得在密林中穿行了很久 你走到盡頭,突然看見一抹紅色出現在那兒 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它的整個體型是比較細長的,有33米長 這個山上是以馬尾松為主 這個房子就像在松林裡面穿行一樣 紅顏色通常會覺得是一個特別奔放的、妖艷的顏色 但是因為整個建築的設計是非常理性的、幾何的 它既是有奔放的一面,又有克制的一面 進入這個建築,過程就特別重要 從密林中出來,經過一個長廊 長廊它又是有一個紅色的框架 走在上面的時候,就可以跟邊上的樹有個更好的接觸 它帶來一個緩慢的時間性 進到室內之後,它只有50平方米 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的酒店客房的大小 室內又設計了幾個樹井 分錯在房間裡邊 樹井是被落地的玻璃牆圍合起來 其他的部分是木板的石牆 住店的客人 有的時候需要一點安全感和隱私感 要有一種空間的透明和半透明這樣的感覺 不是一覽無遺的,更有趣味 客房,它的吊頂是鏡面的不鏽鋼 能夠增大空間的縱深感 另一方面,因為只是情侶用房 也是能夠增加一點入住的情緒 最後推門出去,就到了一個露台 你可以看到遠方,可以有遠山 露台上有一個圓形的浴池 也可以躺在浴池裡面,趕快遠處的風景 從客房往外走,回到長廊上 它的近端是一片松林 這像是右向去另外一種遠方 有很高峰,找成一片川面 有些空間的能量 我們也是位於大廊上 第二位,從前往往外走 不然有多年後,我們就是這裡 這裡是讓我看